大家好,我是崇哲 今天帶大家來的這個地方是位於廣東上頭長廊區 新城鎮 這裡是仙湖風景區 看見這裡這個風景非常漂亮 現在就帶大家來這個風景區看一下 在視頻前面 這裡是一座天后宮 然後並列過去的還有好幾座宮殿 等一下就帶大家一一來這裡看一下 現在走進的這個地方是天后宮 哇,這裡有個池塘耶 兩條魚 還有中間一條龍 這個景觀挺美的 然後在視頻前面 這裡是一座天后宮啊 現在就進入這個宮殿看一下 哇,這個雕刻也是挺精心的 哇,這裡啊 這裡啊 有一隻 鮮鵝 好漂亮 哇,這個雕刻都是 普空雕刻的 好厲害 好厲害 這裡有一個頂 這個頂是一個石頂啊 天后宮 在視頻前面 這裡又有一座宮殿 這座宮殿叫做北斗宮啊 然後在視頻前面 然後在視頻前面 這裡就有一個庭子 叫做福壽庭 哇 哇 哇 這個宮殿也是非常有特色啊 北斗宮啊 北斗宮啊 這宮前面 宮殿前堂 這裡有一隻烏龜 然後背上 像是一條蛇 哇 這樣的景觀 太漂亮了 北斗宮 北斗宮 那我們先看一下它的外面 這個仙湖風景區啊 這個 古建築非常多啊 看這些雕刻 還有這個精緻 也是非常的精美的 哇 好漂亮啊 是 你 然後 有 现在走在这个地方是双帝阁 但是这个宫庙现在是大门紧闭的 就不上去里面看了 这个两边有这个侧边楼梯可以进去的 但是上面那个大门紧闭 所以就不进去了 然后再往这边走 这里有一个桑桑国王庙 这个宫庙也是外表 这个装饰也是挺漂亮的 大家看上面好几条龙 那个屋顶都是一些琉璃碗 非常漂亮 像这样一个建筑 非常的具有潮汕特色 大家看 桑桑国王庙 哇 这样一个地方 大家 有见过吗 在我们朝山地区 除了 宗庙文化 之后呢 大多数都是 桑桑国王庙的 由于现在是中午时间啊 所以来这个景区游望的人 也是屈指可数 所以现在就显得比较安静 但是如果是在平时的话呢 这些宫店啊还有些宫庙游客是络绎不绝的 哇 像这样一个地方 朋友们如果有机会的话 就亲自过来这边游玩一下 这浅潭前面那里就是仙湖风景区的 这个风景区也是非常大 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就亲自过来这边体验一下 不是点刺激的 这个风景区